大家好,这个视频讲刘亦菲不为人知的一面 像壮汉一样,8秒更换轮胎 11月29日,关于刘亦菲更换轮胎的这个消息呢 在全球传播,刘亦菲在阿布查比和F1比赛后啊 减用8秒时间,便完成了整个换胎过程,非常惊艳 刘亦菲在现场看这场比赛啊 是一场国际级别的汽车拉力赛啊 来自全球各地的顶级选手 很多粉丝也集聚在此啊 没想到啊,一直在大家眼中的神仙姐姐啊 也是一位汽车的爱好者 刘亦菲呢,身穿这种礼服在现场 看到了这种国际盛事吧 观赛之后啊,刘亦菲在现场参加了一场专业要求很高的轮胎更换比赛吧 在法拉利这个房间中啊 刘亦菲和另一位女士践行了这场比赛较量啊 就是在场的观众啊,都为刘亦菲捏把汗啊 毕竟换轮胎这样的事情呢 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啊 接下来刘亦菲呢,表现的让人感觉有点惊艳啊 刘亦菲熟练的使用轮胎拆卸工具啊 迅速的将旧轮胎卸下,并转确的将备胎重新安装到车上啊 整个过程啊,仅仅三秒 随后刘亦菲呢,再花了五秒迅速完成了拧螺丝检查轮胎安装情况一系列的动作啊 整个操作如流水一般啊 八秒钟便完成了更换轮胎啊 观众啊,还在经验刘亦菲的动作呢熟练和迅速啊 他已经完成这项挑战,并顺利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啊 现场人都沸腾了啊,惊艳的是呢 这个,一个女生爆发出了这么大的能量啊 刘亦菲也表示啊,他只是业余学到了一点小技能啊 希望可以让大家开心啊 整个就是说比赛让网友看到了刘亦菲 非常不同的一面,翻翻留言夸赞他的完美表现啊 印象里就是没有天仙不会的事啊 这是法拉利最美的换台工作 有人说这个刘亦菲姐姐太酷了啊 的确啊,这样的刘亦菲和观众印象中有点反差太大 给他艳想增加了许多的魅力啊 刘亦菲展现出了他多面的才能和才华 不仅业务能力更加优秀啊 不仅是一名漂亮的女性 更是一名专业能力的赛车手啊 他也在支持鼓励那些一样热爱赛车的女性啊 这场小小的比赛呢 看到了刘亦菲更多的面貌 让大家更多了解女性在赛车领域的可能啊 所以说只有就是可以追求更想要的事情啊 这次就是阿布扎比比赛整个过程中呢 刘亦菲展现出自现勇敢这样的形象啊 期待他未来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